尽量把空间留给水 而不是以建筑为主体 虽然也要有个新的思维 对 那事实上在美国的话 美国把一般的这个球场 这个Football或者是篮球场 他们尽量设得比这个道路低一点 第一个差不多一两公尺 所以我们把整个的这个playground 就全部当作制宏池 所以这样一方面也比较安全 另外一方面就是 平时是当作运动操场 运动场 那么在这个洪水的时候 是全部都当作制宏池 用这样子的观念呢 就是一物二用 甚至于我们也可以把制宏池 跟生态池 景观池可以结合 那平常的时候是 也许是生态池或者是景观池 必要是就是制宏池 那在这制宏池跟制宏池之间 我们也可以放一些人工实力 让这个水质可以改善 所以有很多新的思维 换句话说我们过去的这个制宏的 就是过去的这个防洪的观念 现在可能要慢慢要改变 要留点空间给水 那么在桥梁方面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变更我们的设计规范 希望把这个桥跟桥之间的所谓桥墩 那个桥墩的间距把它拉大 就我们术语叫做垮距垮距拉大 那么垮距拉大的话 我们在落在水中间的这个墩柱 跟基础就减少 那尤其在基础方面 一定要做得非常的深 入盐 入盐 入盐好几公尺 同时呢把这个桥镜把它加大 那么桥梁的这个高度 要尽量把它拉高 尽量考量 这个过去我们就也许考虑50年 100年的洪水 也许我们将来要考虑200年 甚至于更多的 更长的这个洪水频率 更长远的方法 那么在边坡方面呢 土石流当然是没办法挡 但是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避开的方式 但是呢对于有保全对象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完全避开的话 这个道路可能就断掉了 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 用明挖覆盖隧道 或者是用这个比较柔性的方式 就让它断了以后 马上用很快的方式可以复建 那在这个边坡破坏方面 可以采用柔性的加进式的挡土墙 它也容许有一点变形 当你有一点变形的时候 它的力量会消除 甚至于在堤防方面 也可以采用加进式的这种堤防 就是除了我们土壤 土壤一般讲起来它很脆 它缺乏韧性 我们用加进式的堤防 用这种方式呢加强它的进度 同时呢也不施为一种柔性的这种 这个挡土或者是挡水的这种墙 或者是堤防 所以事实上现在很多设计的观念 也都在改 但是基本上 对我们那当然其他的话像荷兰 他们把房屋这么根本就放在水上 就是整个基础是浮起来的 那也是另外一种设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茗英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